今天呢我们来聊鞋子 聊到哪双鞋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双 Koka One One的Speed Ghost 5 就是飞速羚羊五代 个度非常的高 然后因为它的上一代 飞速羚羊四代呢 在越野跑界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飞速羚羊的四代呢 不管是对于初学者 还是中高级跑者来说 都是非常友好的一双鞋子 所以就让大家对于飞速羚羊五代 充满了期待 就想知道说它到底有多少改进 然后它这双鞋子跟上一代比 哪双鞋子更值得买 因为呢本期不是恰饭 所以呢咱们优缺点都说 然后夹杂着穿插着往一块说 这双鞋子的鞋面呢 运用了双层提花的纱网鞋面 然后它也运用了环保的材料 所以这双鞋子的 首先它鞋面的薄厚程度来说 是摸起来就能感觉到非常 可以说单薄的一层鞋面 而且比起羚羊四的 这样大量胶条的使用呢 羚羊五可以说是基本上 除了鞋带的需要加固 和鞋头需要保护的部分呢 取消了大面积的胶条 所以导致说这双鞋子的重量 比上一双羚羊四轻了15克 那它43码的重量呢 在300克左右 在越野鞋里面 不算是非常的靠前 但是你要想到 它的中底的厚度 和鞋底的橡胶的用量之大 所以这样的成绩 也算是不错的了 跟羚羊四比呢 它鞋头部分呢 这一块大面积的胶条 换成了有弹性的网布 所以就导致说 这个鞋子 其实你记起鞋带来说 感觉鞋面的伸缩性 延展性非常好 好的方面来讲呢 那就是确实透气性增加了 那不足的方面来讲呢 就是整个鞋面的强度 其实是不太够的 我用手来拉扯的话 都能感觉到这个鞋面的形变 然后呢 这样它鞋带 它也换成了这样的 比较薄的这样的一层 单薄的鞋带 总能感觉你 即使把鞋带已经系紧了 但是跑一跑 好像鞋面的包裹性 就又下降了 所以你看我的鞋带 包括很多人的鞋带 都已经系到了 就是很紧 就左右鞋带孔 这两排已经快挨到一块去了 但是还是感觉包裹性 就鞋面的包裹还欠佳的 然后中底呢 是用了轻量的EVA磨压泡棉材料 缓冲效果呢 非常的好 HOKA一向都是有一个好口碑 在于它的鞋子是不需要磨合的 就是它这种缓冲感 是你第一次穿 第一脚踩下去 就已经踩开了这种感觉 零扬4跟零扬5的中底缓冲感 其实差别不大的 都是属于非常非常舒服的 零扬4跟零扬5都一样 都是用了HOKA祖传的滚动平衡技术 这个自然不用多说 脚感非常的舒服 就是给你跑步的过程中一个 很有流畅感的这么一种体验 然后鞋子的前后掌落差呢 是4毫米 4毫米其实算是低落差了 它后掌33 前掌29 老月鞋 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前后掌落差很高 因为习惯性的 人们会后掌落地 但是高低落差呢 会让你不自觉的用中足和前掌落地 这样是有帮助你改善你的跑值的 但是这个改善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 哪怕是零落差的跑鞋 如果你自己非要后跟落地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至少低落差是一个非常接近人的 自然跑步状态的一个跑值的 然后整个中顶呢 也是一个内嵌式的鞋床 所以脚踩在里面呢 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你的实际离地高度呢 不会有你的看到的这个高度 这么夸张 鞋底的宽度啊 看起来非常的宽 但实际上 因为它鞋头的这个部分 它的高度其实做的比较的低了 所以再加上它鞋头的形状 所以导致说这双鞋子 对于很多宽脚掌 以及高脚背的人来说 可能需要大个半码到一码 所以就看你的脚型了 然后飞速量四代跟五代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和改进呢 其实是它的鞋底橡胶的采用 因为这双鞋子的鞋底呢 采用了非常有突破性的科技 就是这样有奥尔造型的 Traction Lock齿刹技术 能够极大的提升它的抓地性能 上一代的鞋底纹路 其实跟这一代区别不大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五代的鞋底纹路的话 它的每一个纹路周围呢 还有一圈小颗粒 就像鲨鱼的尺一样 能够进一步的抓地 就是就有点像电影的调色一样 有一级调色二级调色 就是一个很深的纹路 一个Mega Grip的这样的中底 是保证你抓地力的前提 就像你调色有了一级调色以后 你知道这个影片的观感是可看的 但是你如果想要有那种Cinematic 电影级的观感的话 就需要二级调色了 所以就像抓地力一样 你如果想有更进一步的变态抓地力的话 就要靠这些小的刹尺 大大的接触你的接地面积 据说这双鞋子比四代的接地面积 多了50% 所以大大增加了触地面积和抓地感 那这双鞋子我有传在一些石头上走 或者说在有土的地方跑下坡 也是非常非常令人放心 然后两双鞋子鞋舌的变化 很明显看到四代的鞋舌 还算是比较传统的形状 然后五代的鞋舌它是由中间做了一个凹回 这样的话让你的脚腕的灵活性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鞋子后跟的部分 四代采用的是这样传统的鞋提式的设计 而五代的话是采用了跟HOKA很多公路跑用到的一样 就是这样的一体式的这样的方便鞋体 好处就是你在穿鞋的时候 这样体可能会更方便更受力一点 其实在你跑步的过程中会大大增加石子啊 沙子啊土啊 进入鞋面的概率 它不像四代的这种传统的鞋舌包裹会来的更好一点 缺点就在于鞋面强度有所下降 然后鞋带会比上一代会更容易的松脱 那除此以外的话 这双鞋子如果你问我好不好 或者1199值不值 我觉得超值 当然如果你问我说四代跟五代买哪一双的话 其实两双鞋子在五代没有出现之前 飞速力量四代就是越野跑鞋界的一个标杆 四代的优势在于它鞋面的强度会比五代要好 然后它的价格理应会比五代也要好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你买GOTEX版本 就是防水的版本 因为我觉得透气性可能比防水要来的更重要一点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一般买都是六折或者七折左右买HOKA 我不会原价买 所以其实你说鞋子贵不贵 其实原价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经销商包括鞋店他们进货家 一般都是五折或者六折 所以你只要去等就好了 你等它的年终期或者等它的促销活动 一般HOKA都会参加 顺便给大家安立一个纪录片吧 就是2014年的应该是BBC拍的一个纪录片 叫无节制的消费元凶 我觉得那个片子可以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就是商家是怎么通过心理和情感两个方面 来促成消费者源源不断的下单的 鞋不再多有好鞋就行 那好鞋也不再多能帮你走出去玩得开心 走得更远的鞋有了就行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或者觉得节目有用的话 记得订阅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